今天的艺术很有事到蓝宇 首先拜访作家夏曼·兰博安 看他的书写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接着阅读《转风》 看摄影师王文艳 如何记录蓝宇的变化 看摄影师王文艳 与开门的传毒 未经许可语 从未经许可语 现在美丽的季节 把飞鱼晒成这样子 每个家庭都要晒这个 表示这个家里是有男人在抓鱼 这是一种宣誓性的 今天我们称之为 像我给我婶生会给他十条 还有芋头地瓜这样 这个是分享 那我弟弟也会给我十条 是地瓜一头 如果说他有的话 我们都会交换这个叫做 这个是瘦瘦的飞鱼 这个是匪的飞鱼 要拿这种匪的飞鱼 给叔叔啊 或是给很好的朋友 等一下我们可以经过 我朋友他们那边 就在这一群人后面 他有他们的活动 其实不要说 今天传统上的话 我会捣小米 我已经很久没有捣小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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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父親的獨生子 而我父親要把我留在他的身邊 去學習傳統的知識照唱 抓一處如此類 可是我預測我的未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去發揮 我自己個人的那種想像 那對於我來說的話 我在面對的是 我如何去走我要走的路 然後到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可以走來走去的職業叫做做家 在來源來說的話 飛雨季節的海洋跟夏天的海洋跟冬天的海洋是不一樣的 飛雨季節的海洋這四個月是經常變化 可是它是最溫馴的 夏天的海洋是暴衝的 有時候風平浪靜 有時候是凶逃海洋 春夏的季節是青春戰爛 微弱的西南季風 讓人一心懶散 人們坐在涼潭上 往往有被催眠的感覺 這樣廣泛的空間環境 刻衡著我對雲霞的病患 海洋韻溢的熱情 這個是西南季風 它是短波 這種讓你在海上非常非常困難 一直顛簸一直顛簸 我們小孩子都是在那邊跳水 那你們夏天要游過去很難 哎呀 那個太簡單了 這個晃屁就到了 這個我們小時候 整個這沙灘全部都是船 我們飛魚飛魚季節 地上跟那個吊鬼頭刀魚的時候 我們小孩子的十幾個 全部睡在海邊 吊鬼頭刀魚的船回來的時候 我們要幫那些老人家推船 因為他們在海上五六個小時很累 所以這個灘頭呢 它變成了是我們的教室 我們從這個地方去認識 什麼魚 什麼魚 所有的達吾的海洋的知識 全部是從這裡出發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如果說風平浪靜的話 差不多五六十艘的船 部落的幾乎三分之二 全部出海去划船到轄了 魚人的也是啊 所以整個海上它就像 就像那個海鷹一樣一起飛 船槳就像船的翅膀 這飛飛 哇 很壯 在飛魚季節大小船 尖一百艘 有部落灘頭滑向小蘭嶼 海面好像是移動的白服尖鳥 在城間的零零破框 追逐魚的魅影 部落的人把海灘 繪畫為民主生存的寫實 在西洋裡 在我們從小就 像入新魂的記憶 埃飛的大陸 每一個部落遇到這個 所謂的美麗的日份 比阿富安的時候 它基本上每一個部落 都會在某一個地方 去談今年發生的什麼事 就是在我過去的記憶裡面 絕對會唱歌的 像我們這幾個朋友 他碰到什麼時候就即使唱 當男人到某一個年齡層次 你必須要會唱歌 你的房屋的落層 你的小船的落層大船的落層 你要做很多首歌 他原來就是這個民族的核心價值 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跟朋友們的聊天 用道語聊天去剪很好的詞 來去放到你的詩歌 這裡面所謂的聊天就像說 我們自己要閱讀書本一樣的道理 聊天就是閱讀 我聽著 聽著 聽著 那些歌都是海洋之歌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他的世界地圖是太平洋被缺一半的 那時候我們幾個同學 我們都很難過 為什麼太平洋要缺一半 這個就是我們跟漢人不同的地方 而我 因為去念書嘛 在念高中 全部是念大陸的一些 中國歷史 中國地理 然後考大學 我又拒絕保送 那種生活的困頓 幾乎忘記了還有大孩子 這個背景 幾乎忘記了 最後一見了我的同學 孩子們的媽媽 又重新感受到 我原來就是一個海洋民族 所以我一人覺得我回到了家裡 回到家裡 父母親已經七十來百歲了 就在很短的時間 讓自己去適應海 水世界底下 水上面的波浪 他的初始感官 水世界的顏色 從蛋白 土耳其藍 青藍 綠藍 深藍到墨綠色的 不可能知道很遠 很深邃的神秘水世界 我們潛水的人 或是在獵捕大獄 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而這些故事 實際上我們說的島嶼的這些故事 它就是海洋文學 他們只是欠缺了實用所謂的漢字 整個島嶼的男人都在發展自己的小說 他們只是不會用文字寫 然後我父親他們那一輩 也有他們非常精彩的小說 而這個小說 在對全世界來說的話 是被遺忘的故事 我比較會在意一些邊緣人的一些去感受 我比較會在意一些邊緣人的一些去感受 然後每當他們到海裡面的時候 有一種特殊的 好像說我只有在海裡面 才找到我的尊嚴 其實我的書本裡面 我是在反歧視的 同時呢是站在最底層的視野 來去感受 不管是在台灣的變化 或是在來裡的變化 所以我會去感受一下 我會去感受一下 傳統的詩歌 實際上一段歌都是影像 可是中間裡面省略了很多 也就是說 來人在唱歌的時候 他是有人 他有魚 他有風 他有海 然後他有那個 謙虛的語詞在這裡面 他是很短的 他是彈性包含的 這個就是說 每一首答悟的詩歌 其實基本上 他是一個微小說 而這個微小說 我變成是在書學的時候 他也構成了我語法的結構 比如說像我祖父的歌 因為祖父了 掉了二、三十年的鬼頭 倒也掉得那麼好 當他已經衰老 不再出海的時候 只好用他的微笑 來襯托他過去的奴隸 是一個大小說來的 Raya doka haka fa no che na la van O ya kunya ye phun cho bahwa yinama 有一段诗歌是 这些鬼头岛屿是在云彩破掉的地方 就是很外海的地方 他就说他不讲很远 他讲云朵破掉的地方 当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有鱼沟的 就是用他的象牙所来钓鱼 而他可以每一年钓一百多条 那个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就说我钓这些鬼头岛屿 我每一年都把我家里绕了一圈 那个宣誓说我是厉害的人 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意念跟南部网 一起造我们自己的船 也许现代的人他们可以买很好的快艇 诸如此类的 然后出海也很方便 然而某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大家全部买了快艇 部落的船头也剩下这五六艘船了 也宣誓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传统的船 逐渐变成是一个律师的记忆 这里是我这个世代的我部落的人 最熟悉的地方 也是我们山里面的一个教室 当然从我大伯他们那一代 他们跟我说的时候 男人的体能要画在山里面的伐木 画在你要扛木头 扛回家要烧火 这个都是男人的工作 所以你要懂山里面所有的树的名称 还有树的用途 哪一种木头是拿来烧火的 哪一种木头是在飞机节不能拿的 哪一种木头是造船的木头 这是我家族的树 这个叫做龙眼树 一个家族他长果实的话 不是一个人吃荫 要叫家族的人来一起爬树 这个树已经超过 超过三百年以上的树 它是拿船的那个底盘 还有四门房的木板 只要砍一砍人家就知道这个是有主人的 这是我们的我们的习惯法 然后一坐船的时候 我没事的话就来逛一逛 看一看树也顺便找一些木头 这个都超过一两百年了 我们的观念是树水有灵魂的 像那么大的一些树 我们都是不敢砍的啦 这些是树的树 一切都很难解 这是我们的树 我从来太多的树 那种树 我们的树 是一切都在树 我们的树 就在树 我们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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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树 树 我們就把它關閉了 無人一樣的我們到達馬來的 2005年 我到這裡有一個島嶼叫羅爾通嘎 在小小的一個書店 我找到這個世界地圖 從10歲一直到48歲 一種記憶是回到當時我的悲傷 也許對一般人那不重要 可是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可以說的話 我的民主不屬於我島嶼的西邊 我們的民主是屬於這個區塊 所有的島嶼 我從台灣一直到大溪地到夏威夷 我們都有一些語言是相通的 所以當我買到這個世界地圖的時候 我偷偷地流了很喜悅的眼淚 我終於找到你了 因為在這次的世界地圖 我們來說得分為不採取 中國的去國際活動 我們在這次讀 ι的育民 我們在這次的課題 到了城市 讓我們看著證明 Wa tanyu awa 同時我開始拍來予 即是因為覺得它變化很快 那它變化是吸引我想去拍攝計畫的 我那時候第一個明顯就是看到房子一個冒出來蠻不存的 就是可能要蓋民宿啊 蓋餐廳啊 那我就拍了一個就是 魔幻時刻 就是在日落後的那個時間 一個很漂亮一個村落的一個景色 然後我就那時候破上我的臉書 其他來人看到了 他說我家鄉就是一個美人胚子 這改變讓我真的是讓我覺得說 那我想記錄當下這幾年的快速變化狀態 然後想要記錄這件事情 又轉風了 老漁人看著遊動的雲 感嘆著說以前的天氣比現在穩定多了 我那時候要進去拍攝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資源就一個人去嘛 那一開始可能我想要拍什麼拍什麼 然後從一開始遭遇機 我就遇到他的困難 然後慢慢看 有時候碰壁 有時候問了想去拍 就被拒絕一直被拒絕一直被拒絕 因為他們不認識我很正常 可能快20次吧 那尤其2014年其實是每個月都去一次 甚至有一個月進去了那裡三次 就是為了要拍攝他們的一個抓廢的活動 但是進去的三次還是沒有拍到這樣子 就是再拍攝 然後再拍攝 然後再拍攝 這麼多的景色 這裡也是這樣 所以它是讓大家看到 你知道 裡面也是很重要 應該領導的 那幾個都可以看到 在1次 那妳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是 他的大船 他的船隻也特別多 那時候他的造語技是大概在十點鐘左右才開始 為什麼他們是大概十點鐘的時候才開始 那因為他們那天選禮拜天 大家都要去教堂做禮拜 所以他要等大家做完禮拜的時候 才開始召喚飛雲 我去跟達卡安或是甚至其他人去抓阿娛的時候 我雖然會帶相機 可是我不會以拍攝為主 我也盡量的 我也是他們參與這個娛樂活動的其中一員在做努力的 雖然說我真的幫不上什麼心理 但是我還是 他可能看到我的誠意阿 我覺得那裡很多故事是很美的 我一張照片是拍到就是 一個老人家 在他們家的門口跟好幾隻大魚一起睡覺 在他們文化上就是 沒有處理過的魚是不能直接帶進家門口的 所以那些魚呢 就只能放在家門口外面 那個老人家他是一個那個部落裡面很會釣魚的一個人 他為了防止貓狗會來亂咬睡 他就也要跟那些魚就一起睡在家門口外 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有趣 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事情 你就是沒有那樣的世界觀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故事出現 就是我希望每一個照片或是每一組照片 都是一個故事 那時候概念就是說 其實攝影跟文字 我希望他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單看這個圖說他也是一個故事 但他們合在一起就是另外一個一家也可能大也有的風味 曾經有人講過一些不同例子 也有人想要可能因為去藍瓶很喜歡 然後可能想要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就真的過去 看了越多越深入之後 你會發現 你更無法去做那麼快的下各種定論 或什麼之類 一切都是由他背後發展的初衷複雜的原因 尤其藍瓶是這麼的特別 我覺得最後我會覺得我很好奇 我也想知道說 那裡漫漫他會怎麼去走 他會往哪個方向去走 7-11擠滿了剛放學的學生 南倒籠罩在大風大雨之中 軍艦的浪還是跟颱風浪一樣 東青也是有不少新建築物在幹 老父背著作物從漁人的水浴田返家 我想那位老漁人一樣是坐在部落港網前面 抽著煙看著海 一年就這麼過去了 看著窗外 人之島十五安穩地浮在黑巢上 但時代的風 會把它吹向哪邊呢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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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傑 楊